再回到北台湾来看的是内湖女童命案后呢 社会安全网更加受到重视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是跟北北基陶专家学者座谈 要求社会局两个月内提出跨局处的整合报告 可是有人就发觉呢这柯市长是变了吗 因为他受访的时候呢超谨慎 连何时执行都不敢先开支票 哎 徐立民要不要来帮忙讲 你的上线计划 问题搞不定赶快下令一旁的社会局长来救命 台北市长柯文哲参加北北基陶社会安全网座谈会 和专家学者面对面 宣示台北市要成立核心团队 先将社会安全网上线了再说 不要什么空火说白话 还是要回归这种专业回归到学术 第二我们还是一个核心团队要先成立 OK 那有数据 我们引进学术的力量 我们就上线先走 从去年北投发生随机杀人事件 到内湖小女童歌喉案 北市治安亮起红灯 柯文哲有感而发 但这个社会安全网要谈些什么 实质内容 柯文哲确实一问三不知 全用一句尊重专业欲盖弥彰 你现在叫我讲 我还没有讲得很清楚 反正时间到了我们就交报告 柯P退新政却顾左右而言 他不晓得是真没搞清楚 还是又怕失言才小心说话 但是另一头 北市交通局规划在年底 要让自动租车U-Car上路 同样也被议员质疑 是为了急着交正机才化的大饼 这是永远要往前进 所以本来就一直 该做的事情就要一直退出 只是说以前比较杂乱 现在如果有统一的战略的话 有一个一定的想法 所以U-Car这个执行 当然这是目标 但是那配套措施还要讨论 议员的质疑不是没有原因 地井柯文哲现在民调低迷 但市长想冲业绩 如果没有失职的规划和做法 空性作风冲过了头 恐怕还是无法赢回滑落难堪的支持率 有点TV科室张神永沛台北报道 那就好了 那是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要试试